网络表情符号千千万 但是却没有一种展现了黑人或浑血发型的特色 为了打破审美枷锁 英国伦敦一群年轻人和专业人士 设计了几款以非洲裔黑人发型和浑血发型为特色的表情符号 希望打破持发才有吸引力的标准 鼓励黑人自豪地展示自己的卷发 在这个长期以欧洲人种为准的审美观为主流的时代 非洲裔群体天生捧卷发的特征 频繁遭到歧视 甚至被冠上不专业 没有吸引力以及不干净等等负面字眼 为了打破卷发歧视 英国青年组织Good Relations和设计公司 合作设计了四种黑人发型的表情符号 包括爆炸头 脏边 玉米边和边边 作为了黄創作者 正常改变发型的衣服 这次衣服是非常严重的 衣服的衣服 衣服是很大的部分人之间 但它也就是很大的部分人之间的 衣服的衣服 我们想要做一个事 的意思是我们与我们的衣服 而我们的方式会认识到这种衣服 因为衣服是什么我们用来 每天都要討論 我認為很長時間 有經歷的美美規規定 黑社群的適合性 像頭髮的質素 所以可能是只是顧著 但希望我們要向大家推動 讓大家終於認識黑社群的適合 設計公司的問卷調查結果顯示 在104名受訪者中 有61%的受訪者 曾經因為頭髮而遭受歧視或霸凌 另一份研究則顯示 有66%的黑人女性 會為了工作面試而改變髮型 創作者希望通過推出這些表情符號 打破歐洲社區以直髮為美的審美標準 讓黑人社區不再畏懼於表達自己 自信地展示他們的頭髮 我希望大家能夠感受到 我希望人們感受到 而讓他們感受到 他們可以看到自己的一件事情 他們使用每天 是 emojis 希望他們能夠看到 他們的髮型是漂亮 这些表情符号预计会在明年4月提交到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表情符号管理机构审核 设计者呼吁用户在搜索引擎上多多搜寻非洲发型的关键字 因为表情符号关键字的使用率是其中一个审核标准